那么目前呢这个常见的江藤呢现在大概是在1000头左右 那么它比大熊猫还要少所以呢有水中熊猫的这个美誉 那么江藤呢它的这个水质啊和这个噪音呢它非常敏感 所以与长江相通的东丁湖前些年这个江藤最少的时候已经只有72头了 那么现在呢又恢复到了110头 这出一个侧面呢就反映了这个长江流域的水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那么过去的现状啊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过去啊某清河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 你比如说像化工为江的问题 这个污水下河的问题 湿地萎缩的问题等等 那么东丁湖鼎盛的时候有6000多平方公里 那么现在呢已经萎缩到只有2600多平方公里 那么面对某清河的问题啊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做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 那么中央和原疆的各省啊 认真的落实总书记的指示 你比如说这个生态环境部 还有发展改革委就牵头在推进长江生态修复的攻坚站 围绕着包括这个化工为江 还有这个污水 治理等等 还有引用水源的保护在强烈的推进 那么全国政协啊 去年首次召开了不染防治的这个专题性议阵性常委会 那么湖南省呢 把湘江的保护和治理 是作为省一号重点工程 连续六年啊 实施了湘江保护的两个三连行动计划 在湘江流域 关停了一千多家重金属企业 那么这个洞庭湖啊 这一块呢 湖南省也在推进 这个三连行动计划 围绕着十大重点领域和九大重点区域 在开展大整治 那么湖南省政协啊 去年还组织了三百多政协委员 然后在洞庭湖区 进行民主监督的这种他堪活动 那么正是由于啊 各级各部门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么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特别是水质 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 那么去年长江流域 国控单面的水质优良率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那么东陵湖的总林的浓度 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八 但是呢 去年啊 中央环保多察回头看 又发现了在长江大保护过程中 还存在不少问题 有一些呢 还比较突出 这就说明啊 这个长江大保护 既是一个攻坚战 也是一个持久战 这就说明显是一个攻坚战